欢迎来到今天的词语学习课程 让我们马上开始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词语是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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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编是什么意思呢 改编呢就是 按照依据 依据原作 重新 编写 那么有的时候这个重新编写呢 是章节的一些调整 或者是剧情的一些改动 这就是改编 那么改编呢 为什么要改编 什么情况下最常使用这个改编 我们看次与搭配 电影改编 把它改编成电影 电影改编 我们可以电影改编 你看第三个字 改编字 这个电影改编字 小说 某某 那么它就是可以用小说 把它改编成电影 最佳改编剧本 就是说这个剧本呢不是原创 它是根据一个原作进行了一些调整 然后把它写成一个剧本 剧本呢就是可以编成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 那么这就是改编 经过改编戏的主题更加突出了 经过改编戏这个戏呢是电影 所以呢我们发现经常把原作进行改编的呢 是因为他们要被拍成电视剧电影或者是 话剧就是以这个人物图画的形式把这个原作的内容故事表现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时候有一些文字方面的情节或者是故事 它的细节需要跟它改写一下 才更符合观看的时候 当作电影或者电视剧 观看的时候的带入 带入这个情绪或者是更多的细节 才会让观众呢更加的想要看留住这个观众 所以呢就是经常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进行改编 所以呢小朋友需要知道改编呢 就是经常是电影电视剧这些戏 他们是需要改编制 有时候我们都想改编制小说 改编制网络文章 改编制连环化 有些是网络漫画 所以他们都是有一个原作的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都是根据原作来重新编写 这就是改编 接着这个词语呢是动画片 动画片 动画片呢 我相信小朋友应该不莫生了 大部分的小朋友都看过动画片 那么动画片呢 就是以动画的方式拍摄而成的影片 像我想讲的一般都是给小朋友观看的 也叫做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卡通片 动画片 他就是以动画的形式 不是真人 是这些像我们图上看的这些的动画 这些可爱的动画 把它变成一个影片 有讲话 有没有 这些小动物 他们可以讲话呢 然后来变成一个故事 告诉一些告诉小朋友一些道理 给小朋友观看 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影片 那么有最佳动画 它是一个名词 它是一个名词 最佳动画片 看动画片 动画片 画家 电子词典中有一些动画片 所以呢 这些动画片呢 都是指的是这个卡通片 给小朋友观看的 是一个名词 接着这个词语呢 是功德心 歌音功 德德 西音心 功德心 功德心是什么呢 因为功德心里面有功字 也有德字 功呢 当然就是公众的意思 功德 德呢 就是道德 道德 那么功德心是什么意思呢 功德心呢 就是指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 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的正常 进行所必须遵守的 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所以呢 它是指公共生活规则 功德心 那么这个公共生活规则 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是以 公 社会公德 为标准 就是你的这个行为 你有没有功德心 它是怎么来判断 这个人有没有功德心 那么就是看他有没有遵守 公共生活规则 应该加一个遵守 公共生活规则 是以社会功德为标准 那么我们就要培养这个功德心 培养功德心 就是教育 好像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有学 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就是需要教育培养 功德心 有功德心的市民 就是他们是遵守这个公共生活规则的 有这个道德 公共 社会功德的市民 我们应该有 功德心 遵守交通规则 不乱人垃圾 做到文明礼貌 爱护公务 所以呢 就是这个 我们应该有功 功德心 这个句的意思 我们应该有功德心 那么怎么样才算 有功德心呢 后面这些就给出了例子 做到了这些 你就是有功德心 所以它是一个道德标准 它是一个道德标准 我看你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我可以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功德心 所以它是遵守公共生活规则 就是你如果遵守了这些规则 你就是有功德心 你乱丢垃圾 那你就是没有功德心 所以这就是功德心 接着这个词语呢 是功务 刚才我们在功德心的句子里面呢 我们有看到 有读到功务这个词语 对不对 爱护功务 爱护功务 如果你爱护功务的话 你就是有功德心 那么功务是什么意思呢 功 当然就是 功 务呢 就是财务 或者是东西物品 就是公共的财务 就是大家一起拥有的 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 那么如果它不属于个人的话 那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呢 那么当然就是国家 或者是公共的财务 所拥有的东西 那么它当然不是个人的财产 它是大家的公共的财务 那么大家的呢 当然就是国家 或者是集体的 有一些是一些机构 公司 他们就是提供的一些物品 那么也是公务 供给大家使用 公务归还 就是你使用完了 你要还回来 这就是公务归还 爱护公务 当然我们就要保 因为是每一个人都在使用的 我们就要有功德心 要爱护公务 对不对 不可以损坏破坏公务 这样就没有公德心了 爱护公务 请勿损坏乘坐舱内的设施 所以呢 因为是大家共同享用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 爱护好它 这就是公务 今天要学习的最后一个词语呢 是读书会 得无读 事物书 喝味会 读书会 读书会是什么呢 读书会呢 是一种在于拓展事业 宏观思维 知识交流 提升生活的一种活动 所以呢 读书会呢 是一个名词 而且呢 它是一种活动 所以读书 就是它是一群人 因为它是一个活动 所以它需要一组人 一群人 来参加这个活动 比如说每月读书会 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读书会 读书会成员 因为我想的它是一个群体性的活动 一个组织性的活动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成员 它有它的时间 全球读书会 它也是有它的地点 当然这些都是这个活动的一个细节 一个详细的内容 那么读书会呢 它主要就是可能大家想要分享一些知识 一些你读到的过去你读到的一些书 你觉得非常的受益 你学到了一点知识 或者你领悟到了一些 开发了一些思想 那么你想要传递这种 你想要把你这个学到的东西 分享给这个读书会 这个组织成员里面的每一个人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把这些知识传给这些成员 分享给这些成员 那么他们就算没有读过这个书 他们也知道 这本书可以讲这些道理 可以对我们有帮助 那么我们之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读 有时间可以去读 可能他们又读的是不一样的书 那么大家就这样交流 知识交流 你分享你读的 我分享我读的 那么大家就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 领悟到了更多的思想 那么这就是读书会 他们都是我们读书会的成员 你看读书会呢 就是有成员 有一些读书会呢 它是会员制的 就是你要加入这个会员呢 你才可以参加这个读书会 可能有一些读书会 它也是有一些要求的 你什么时候需要分享你读书的这些内容 这就是读书会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习的这种五个词语 第一个是改编 改编呢 就是依据原作重新编写 那么经常需要改编的呢 就是把这个作品 小说 小说剧本 或者是这种动画 漫画 改编成电视电影 以这个图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需要用到改编 因为这个展示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内容一定要有一些改编的 动画片 第二是动画片 动画片呢 是以动画的方式拍摄而成的影片呢 多数是给小朋友观看的动画片 第三个是功德心 功德心呢 就是公众在生活里面 要遵守的一些公共生活规则 是衡量一个人 到底有没有道德的一个标准 功德心 公务 公务呢 当然就不是私有财产 它是公家的东西 大部分时候呢 是属于国家 或者是集体的财产 因为它是公共的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读书会 读书会呢 是一种活动 大部分的时候是会员制的 它有读书会的成员 那么在于拓展视野 宏观思维 知识交流 提升生活 是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一个有组织性的群体的活动 叫做读书会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五个词语 好了 今天的这堂课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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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